掉一刀 姑娘 走看魏山 掛齊全门 什么呀 看他的那个石头没有 身体靠上去 左翼 找他脚 宫位 踢 而是 西门的前辈 施敬 这叫俯悠阵 一个人就能成阵法 最适合一少胜多 姑娘 向前两步 再往左一步 这把是我下山之前我娘给我的 又断了 好了 我回头陪你一把 走 我们走尽头 走 快 走这边 多谢少侠 走 多谢少侠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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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大哥 这边 好 黑老扎了 好多人跑了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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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是 马上兵分两路 一队人进入黑牢搜寻 你给我亲自带一队人马 这吴家的后人很有可能藏在人群当中 绝不能让他们跑了 绝不能让他们跑了 是 师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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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夫人 生儿呢 生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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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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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兄 师弟 王老夫人 阿北 陈飞师兄 你没事吧 好 诸位 若再抖流下去 恐怕要遇到那三尊 不分青红色白的杀神了 是啊 我们好不容易逃出了山谷 无论如何 不能在这里久停 这样 老藩道长和少侠 叫我陈飞 好 师母乔乔 陈飞兄 你和道长先带着四十八寨弟兄 护送伤者和傅如先行一步 不 我来断号 尽量偷住他们 那我跟你一起去 你 我能打 你能跑 这要是真遇上 好歹也能拖上一段时间吧 不 我留下 你还有客人要保护呢 咱们个人有个人的事情要做 而且 我现在的功夫可比以前强多了 我们的小阿飞长大了 你答应我 一定不要硬碰 安然无恙地回来 放心吧 陈飞兄 有我在 他必不会有丝毫的审视 是 你说咱俩到底谁倒霉啊 每次见面 都能闹到险下还生疲于奔命 最后不是也都化险为夷了吗 希望这次也能成立极严 小子 原来是你啊 看来你运气不错 我 居然能从我的黑牢里脱身 那是上前辈 在家的运气可真不算好 这女娃长得还算好看 可惜了 今日从黑牢里逃出者 我 我 都不会放过 且慢 黑牢根本就是一个误会 我们根本无意与前辈为敌 若前辈只要出手的话 两败俱伤 只会让地上有机可乘 就凭你们两个 小子 你也太瞧得起你自己了 沐小乔 你的那个枯装 根本唱得不对 你刚刚说什么 你也懂枯装 我 之前在牢里 听你唱过一句 顾元有风霜 直为顾元又风霜 原本的坎坷意境 硬是被那些啤酒铃人 改得如此庸俗 顾元 又风霜 顾元 又风霜 怪不得 我总觉得这个友子 唱得甚是无趣 原 原来从一开始 唱得都是错的 都是错的 顾元 又风霜 顾元 又风霜 顾元 又风霜 我唱了这么久的苦妆 绝都是错的 怎么了 他这是魔霜了吗 顾元 又风霜 别管他 赶紧走 走走走 顾元 又风霜 顾元又风霜 顾元又风霜 你去足矣 记住 不要大草惊蛇 好 有了消息 来华容禀报 华容 看 安然无恙吧 看你说的 万一我们的小阿飞 有什么问题 我怎么跟大董家交代啊 行了 此地距离甚远 你应该是安全了 陈文修 大家都中毒了 不如先在原地休息 明日再出发 此地距离最近的华容 一日内便可到达 不如在那落脚 联系家人朋友 也好 阿飞 你跟我来 我们好好聊一聊 你和李盛的事 去吧 我才没征求你意见呢